大家好,今年在中国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话题就是农馆这个话题 因为农馆一出手就把整个农村搞得鸡飞狗跳 那么这样很多人就看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成立农馆呢 对不对 实际江泰公在前面有一期节目都说到 成立农馆人们分析了很多他设立的原因 那么江泰公说那全是扯淡 也没有什么大旗 也没有什么洪引目标 就是现在的肾上神经兵犯在这胡折腾 以我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赞同 当然这种说法是我的一家之言 现在在中国那边的互联网上 针对为什么设立农馆这个话题 有两个最大的脑洞 那么今天我将会分两期节目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期节目我将会给大家介绍 现在在国内传的一篇比较热的网文 名字就叫设立农馆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这个呢他也仔细的分析了啊 中共设立农馆的目的 那么第二篇呢这个脑洞就更大了 直接就是农馆是高层出现的敌特设立的 他是这样说的 就是高层的这个敌特呀 就是想以设立农馆这种方法呀 来搞乱中共来搞乱中国 所以呢设立农馆这样一个部门 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这个脑洞呢开的比较大 但是也很有意思 网民评论也非常的热烈 那么我呢按照习近平这十多年来的一贯做法啊 我认为呢他就是发神经病 但是啊其他的声音呢我们也应该了解 那么这个第一期节目呢 我们来一块分享这个 设立农馆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这个文章啊最近还传的比较火 这个作者呢叫个某胖 也不知道这个某胖到底是指的哪个人 当然了大家猜不出来更好 实际这也是对这个作者的一种保护啊 那么这个这文写道 这几天关于新成立的农馆 在农村都干了什么的事 网上比比皆是 人们几乎这可比城管很多了 这是自然 农馆这个部门权限比城管大多了 而且有些权限基本上属于 没边的那个状态 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 在经济下行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会阻碍农业农村发展 而且会消耗大量税收的部门呢 在我看来 这是跟当年的搞工农产品剪刀叉 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 和后来的鼓励农民工进城 为城市化提供劳动力和土地的 又一次重大举措 这次更狠促进农民与土地的分离 很可能有人以为让农民与土地分离 是要他们去城里接手目前已经卖不掉的房地产 这太小看上面那些出台这种并态政策的人的智商了 让农民与土地分离跟房地产没有关系 因为农民根本没有钱 他们不能成为接盘侠 让农民跟土地分离是为了整合土地 把原来农民承包的土地的合同变相作废 然后把这些土地转移到某些公司的手里 如果土地在公司手里 农民作为员工也就无权处置销售产品了 这时候销售谁来负责 公司直接对接城里的超市吗 搞笑了 你忘了前一段时间扶苏的供销社了 人家费那么大的力气恢复的机构 是浪费人力物力的吗 肯定不是 人家就是为了将来农村完成了人和土地的分离之后 做准备的 我们观察一下历史 建国以后每逢危机 他们就想起了农民 出台各种政策 拿走农村的资源 让农民做贡献 说白了 就是拿农民不识数 因为农民不识数 被掠夺了也不明白 于是他们就成为奶牛 吃的是草 流出的是奶 滋养着工业和城市 于是乎一次次危机就这么度过了 因为设置工农业产品剪刀叉 让农村长期失血 特殊时期靠农村的空间容纳甚余人口 靠农村的资源养活城市 靠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和近郊土地完成城市化 因此农村的资源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现在唯一有的资源就是那点可怜的消费和土地 作为个体的农民 虽然消费能力不强 但是他们人多 他们的土地虽少 但是提供给某些公司 那就不是小数 急杀成塔 总量还是很可观的 还能再吸一口血 我的话大家听明白了吗 关于收费 你以为成立这个部门 真的是为了从农民那收几个钱 这些钱对于农民来说 是比不小的支出 但对于政府来说 恐怕都不够农馆执法车的有钱 收费只是为了让你无利可图 种地养鱼赚不到钱了 你不把土地和鱼塘转让 你就是有病 不得不说 这个设计挺巧妙的 当然 现实的农馆 也有管理目前大量返乡 切有见识的农民 防止滋生异端 瓦解宗族势力的任务 不然的话 让他们装备电颈棍 救护包 强光手电筒 防四背心 夜视仪 信号屏蔽器 干嘛 这个值得理解 中国的历史上 农民是搞出很多是非的 所以管住他们 以时间换空间 争取快速解决问题 当他们没有了土地 只能为农业公司或者城市里的企业打工时 也就不足为患了 在我看来 农馆应该只是个临时性的机构 目的就是提高农业从业门槛 逐步劝退农业散户从业人员 让农业转向集约化 机械化做准备 禁止房前屋后 种瓜种菜 粉烧解杆 罚款过亿 种地需要证书 抓鸡 摧毁鱼塘编零件 这些只是手段 是表象 而不是目的 估计 马上就要严查抛荒的问题 抛荒就会收回土地承包权 农民是基本盘 需要承接各种危机 你觉得受不了 不好意思 农馆会用各种手段 让你受得了 要么你签字走人 要么你入股新的公司 否则各种查你 换句话 越严格 农民越受不了 就越容易签转让 或者流转合同 看看最近的一些政策 退更还零 主粮补贴 村村通公路 大学生签户签出 最新的承包责任制 本是2027年到期 你觉得这些都是不相干的事情 别傻了 最近有个新说法 叫做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你细品品 是啥意思 那些专家所谓的 大农业高标准农场 根本提高不了产量和质量 现在搞这些 只是让这些农业企业 成为人地分离的一个缓冲器而已 是的 这是一场新时期的圈地运动 农馆不过是保证运动 顺利推进的一个工具而已 管理农民并不一定是为了 考虑农民能不能活下去 而是为了建立新的利益分配格局 而在这场盛宴中 唯独没有农民什么事 这篇文章呢 短小精干 但是呢 他按他的思路啊 进行了一个分析 当然他这个分析呢 总体啊 还属于那个大旗论的一部分吧 我个人呢 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 那么我们祖上多少代呢 也都是农民 我认为啊 农民的事情啊 没有那么好解决 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啊 搞得轰轰烈烈的那个 人民公社运动 还有后面的上山下乡运动 也就很快成为了历史的过去嘛 况且毛泽东以他那么大的号召力 用了十年时间 也只是让七百多万的城市青年呢 到农村去参加了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吧 结果呢 一改革开放 一夜之间呢 这些人基本上都返城了 可以说上山下乡运动呀 在折腾了十年之后呀 立刻垮台了嘛 所以习近平的这种智商啊 我们给他想这么复杂的大旗 确实也挺为难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呢 他这样想也没有错 就是你按照正常的逻辑啊 想不通 国家为什么搞个农管 所以呢 只能给他往这个大旗论上靠 就跟半年前呀 全国搞这个封控的时候 搞这个动态清零的时候 实际很多人都想不通呀 也只能往这个大旗上面去靠 包括什么策牙实验啦 包括对中国人的一种驯服呢 等等等啊 也说了很多理论 最后呢 到了十二月七号 大家一看 什么大旗也没有 疯了 就是把你放了三点 放开了也就是一句话 这个事情现在都没人再提了 那么我个人呢 还是坚持我的理论 习近平呢 一定是在这段时间呢 又犯了神经病 才会搞这么无厘头的事情 那么这期节目完了以后呢 我还会出 下期有关农管这个事情啊 就是网民开的脑洞 说这个农管呀 是高层出现的敌特 那个呢 也很有意思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观看 您下期 Ap